注册了但最后只有一家被允许输入大陆 農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了 这次的影响产值超过了60亿 总统蔡英文和行政院长苏贞昌都有交代 不能影响到渔民的收入 但您掌握農委会的最新说明 提出这样的一个关切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真的没办法过去 这等同是一个所谓的一个行政的措施里面造成的贸易障碍 那总统院长要求目标就是渔民的这一个收入不得到 不能受影响 所以刚刚我们所谓的启动的部分 第一个开阔新兴市场 开阔既有的国外市场 包括我们的五载鱼要外销东南亚 那秋刀鱼要外销韩国日本 协助刚刚讲的鱿鱼跟监鱼到其他的国家来做加工 其实我们还可以启动相关的洞厨跟加工 让整个产销调节更有秩序的时候 价格会更稳定 那当然五载鱼里面的内销呢 我们会全部的启动 那这个就是我们相关的因应措施